粵劇在加拿大已有過百年的歷史 由原本中國華南地區的劇團登台走貨來到這裡 到現在在本地亦有原創的作品 在11月初就會有出 由溫高華真人真事改編的新派粵劇公演 今天我們請來了這出劇的編劇 兼藝術總監應國鋒 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道具大師的沉根夢 是根據一個華人關華坤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改編 他是什麼人 這個故事這個劇又是講什麼 關華坤他爸爸是中國人 他媽媽是一個原住民 他是1929年出生的 其實他的生命都被我們加拿大歷史主宰了 因為首先他爸爸當時來做過勞工 起鐵路或者礦場 他那時候以為來到這裡會挖金 其實就被人買豬仔 但他來到之後 因為那時候的情形 沒有中國女人 沒有中國人進來 很多時候中國的華人 就來認識了原住民的婦女 成了家庭 有家庭就有子女了 華坤就是其中一個了 一開始我認識華叔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以為他是一個原住民的戲嬰 但是最後我認識了華叔之後 就認識了他的屋主 華叔是2000年離開的 他離開之後 之後我2020年才打算寫這個劇 就訪問他這個屋主 他才告訴我華叔是中國人 但他媽媽是原住民 而且他小時候一歲到 已經被他爸爸帶回去中國 那時候的原因為什麼呢 我也沒有問 但是我搜集到的資料 就是當時的華人 在這裡做工太辛苦了 還有營養不足又沒得吃 很早來了二十幾年之後 到了他們四十歲 都已經好像想病 因為我們中國人的傳統就是 死也要死回鄉下 所以他就打算離開 為什麼他又只是帶華坤 不帶老婆和女兒呢 就是因為華坤是兒子 傳宗接代 還有就是販賣水 就是幫他死了之後歸繼承的 還有他的老婆呢 因為他老婆可能是原住民 因為我們加拿大歷史 也有個原住民的法案 就是說如果原住民的女人 嫁了非原住民 他就會被加拿大政府斷絕了他的資助 還有他自己的族人 都可能會遺棄他 但是如果這個女人 這個媽媽想著 如果我去到中國 中國都一樣被人歧視 他就帶著女兒 我想他的原因 不跟著老公 就是因為我寧願求 接近他自己的族人 都有人救濟一下他 你認識華叔 當時他是做你們劇團的道具師傅 如果這樣理解 他應該對戲劇有相當的認識 而且也是非常精通於去做一些戲劇的道具 這齣故事其實也都以當時的時代 做一些加拿大的歷史做背景 也都有戲曲的歷史在裡面 但在演繹的時候 你選擇了除了做傳統的粵曲之外 也有其他西方的不同種類風格的音樂 當所有的音樂擺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你有沒有一個特別的原因 將它們擺在一起 以及會不會令到戲劇的呈現 會特別困難 我做了差不多30年的正式粵劇 但因為正式的粵劇 我們在這個主流社會 加拿大是講廣東話的 如果要一個主流社會的觀眾 看幾個小時的字幕是很辛苦 所以終於在2022年 疫情的時候 每個人都沒有工作 我就決定寫這個劇本 關於華叔 因為我一直都想著華叔 終於寫的時候 但我寫粵劇 再加什麼元素好一點 我就想不如著視音樂 因為如果你說找正式的歌劇 那些Opera 我就覺得很荒謬 找著視音樂 然後就加其他的元素 我在2022年是首演的 就在溫哥華始終 那個NX Theater是一個細戲院 但是因為這個細戲院 是一個叫做Black Box Theater 是沒有舞台的 又沒有舞台 又沒有燈光 沒有什麼燈光的 但我們這次就在小女王 小女王就不同了 有一個正式舞台 有燈光 有投射 我們這次就請了一個頂級的投射師 就叫做Itai Erdo 去拿過很多獎 還有我們有一個 那個是lighting Itai是lighting的 是燈光 我們又請了一些投射視頻師 Peter Tam 就是我們的作曲家 但我們香港原本的粵劇作曲家 就叫做李亭鋒 就是我寫了這個劇本之後 就寄回香港 讓他轉做粵劇的 因為粵劇不是那麼簡單的 寫一個劇本 所以現在我們就 但是到最後我想 我們原本2022年的時候 那時候每一個劇中間 我就請了師儀 中文師儀 英文師儀 講一講下一場做什麼 但這次我覺得 需要再加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就請了一個 講英文的叫做rapper 叫做說唱家 hip hop的 他就是用英文 但我們會有中英文字幕 加了這個元素 我想觀眾會很喜歡的 因為是很特別 我數一下 我們現在講的是有粵曲 有原住民音樂 有著士樂 有hip hop 有rapping 這麼多種很不同的音樂風格 將他擺起來講一個故事 其實怎樣可以 讓他擺在一起之餘 又和諧又可以講到故事 觀眾會覺得很和諧 為什麼呢 首先那個角色 他的媽媽是原住民 他當然要唱英文 然後這個rapper 他說他叫做Jerry Song 宋佳龍 他也是中國人 不過他在這裡出生 我就跟他 我們大家討論 研究如何會做得好些 他採取的風格 全部是跟粵劇的 他的化妝全部跟粵劇 唯一就是語言不同 因為他唱歌都是這樣 我說你現在上了大舞台 就不是這樣了 你要像演戲一樣 你們來看看吧 給我們一些反應 看看好不好 好像很多不同的元素 放在一起 講一個本地的原創故事 這個道具大師的沉筋夢 還在11月2日 就在溫市中心的小女王劇院 演出兩場 大家可以上網 或者致電來查詢 或者扣票 去吧